在七八十年代时 她曾凭借庐山恋的梗花一角 活遍了天南地北 成为了无数少女心中的梦中情郎 剧中的她经过几重坎坷后 才和女主走到了一起 而大家也都入戏颇深 希望她在现实生活中 也与女主章鱼在一起 然而事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般美好 戏外的她不仅有女友 女友还和章鱼是闺蜜 本以为她会和自己的女友张之华白头偕老 没想到她却是个渣男 为了追求所谓的理想 断然和妻子离婚 不久后却又看上了游泳的前妻刘小春 她到底做了什么被网友称为渣男 如今的她又过得怎么样呢 在那个不发达的年代里 因为父母工作很忙 所以她从小在奶奶的怀抱里长大 在上小学时 周围的同学老是嘲笑她没有爸妈 对此她并没哭闹 反而骄傲地告诉他们自己的父母 是地质工作者 从这以后她的同学就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 大家不再欺负她 反而和她完成了好朋友 虽说她从小没有父母的陪伴 但是好在有慈祥的爷爷奶奶和许多小伙伴们 所以她并不孤单 反而在奶奶的影响下变得性格外向起来了 她的奶奶经常带她去广场上听戏 而她也因此变得活泼好动起来 久而久之 她便能模仿话剧演员 给奶奶唱戏了 等到了中学的年纪时 因为活泼好学 长相帅气 再加上口才好 她很快就在同学的推荐下 当上了班级的文艺委员 正是这个经历改变了她后半生的命运 在校期间 她经常代表班级参加文艺会演 担当主持人等 不久之后 她就成为了学校的文艺骨干 恰巧这是上海电影厂 来他们学校招收演员 而她也在老师的鼓励下 报名参加了 通过笔试和面试后 她即将要踏上更大的舞台 想到这她就开心的好几天睡不着觉 然而正当她准备好一切出发时 却收到了体检不合格的通知 这让她的心情一下子跌入谷底 不过她并没有气馁 反而在沮丧几天后开始锻炼身体 立志在明年的时候 一定要进入上海电影厂 最终她不负众望 终于在第二年时 如愿进入了上海电影厂 而她也正式开启了改变命运之路 来到电影厂后 她认识了心同事张瑜和张之华 因为年龄和志向相同 三人很快就成为了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互相鼓励下 他们开始了兢兢业业的学习 终于时光不负有心人 她在一年后就接到了一个演出的机会 在第二个春天里 她饰演一名小战士 尽管镜头非常少 但她却实实在在琢磨了七个月 在这部剧后 她也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成名之路 三人在朝夕相处过程中 整天形影不离 而当时在电影厂里发展同样较好的就是张之华 同事们看着这对俊男靓女 便忍不住撮合起他们来了 情斗初开的二人 经不住同事们的玩笑 慢慢的对彼此互生起了好感 但真正让二人走到一起的 还是下面这部作品 厂里根据二人的发展路线 为他们安排了一部剧 好事多磨 在这部剧中 他们二人饰演情侣 在拍摄过程中 二人的互动更多了 慢慢的他们感情逐渐升温 在戏外真正的成为了一对情侣 对此场里的哥哥姐姐们都拍手叫好 然而二人还没腻歪几天 这段感情就开始被人说三道死 在同一年里 郭凯敏和张瑜合作出演了电影《卢山恋》 在这部电影中 二人饰演一对情侣 并各自献上了自己的荧幕初吻 在当时那个年代里 这样的作品算是独树一帜 大家纷纷被他们的演技所打动 开始真切的希望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对情侣 殊不知郭凯敏早已有女友了 在这部剧火遍天南地北的同时 郭凯敏的知名度也一下子提高了 以至于他和女友出去逛街时 总是被人指指点点 这个不行还是张瑜好 路人毫不客气 就对他们的感情做出了评价 这对张之华来说 无疑是个天大的打击 然而此时的郭凯敏 并不这样觉得 他努力给购女友安全感 并在事业巅峰时刻 选择和张之华结婚 本以为他们这段恋情会相守一生 没想到郭凯敏却有了更高的追求 婚后不久张之华便怀孕了 这时他正需要丈夫的陪伴 然而郭凯敏却不满足于现状 执意要去北京进修 当时厂里正好有一个去北京进修的机会 他想抓住这个机会去深造 然而他的想法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杨炎进导演在得知后 生气的对他说 你现在正当红的时候你进什么修啊 表演不是学来的 是演来的 怀孕的妻子得知这个消息后 尽管心中恨不舍 但还是尊重他的决定 而他也不顾周围人反对的意见 以进修的名义跑到了北京 这一去就是两年 期间张之华一个人度过了漫长的运气 经历了很多难熬的时刻 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两年后 郭凯敏学成归来了 他们夫妻二人又重新走向了舞台 但是对表演有了不同见解的郭凯敏 开始和张之华产生了分歧 他们甚至从剧组吵到家 在气头上的张之华 也借是提出了二人不要在一起合作的请求 但是郭凯敏更加变本加厉了 他想从演员转行到导演这条路上 对此二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 张之华认为他不适合当导演 所以坚决反对他的提议 但郭凯敏却一意孤行 开始自导自演起来了 看着一意孤行的丈夫 张之华感受到了前无仅有的绝望 他开始思考 二人是不是不适合当夫妻 最终他攒够了失望和对方提出了离婚 二人仅仅相处了六年的婚姻 就此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的郭凯敏 没有了妻子的阻力 开始追寻起了自己的梦想 在追梦途中 他揭示了同样离婚不久的女演员刘小春 刘小春曾和游泳有过一段婚姻 但最终感情不合选择了离婚 他和刘小春刚见面就有着聊不完的天 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 久而久之两颗孤独的心 很快就依偎到了一起 当郭凯敏提出自己要向导演方向转变时 得到了刘小春的大力支持 于是他更加确定自己找对人了 当他事业陷入低谷 为了前而发愁的时候 刘小春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减了他的燃眉之急 这个举动更让郭凯敏刮目相看了 于是他郑重了向对方求婚了 不久后他们便领证结婚了 婚后郭凯敏利用自己的积蓄 开了一家电影公司 没想到正碰上泡沫经济的时代 他所有的付出都付诸东流了 而他的导演梦也就此破碎 事实证明 他前妻的对他的劝导 简直是一语成衬 不过这时他的现任妻子 依旧在旁鼓励支持他 很快他就从悲伤中走了出来 这时他不再纠结于走上导演的道路了 反而做回了演员的老本行 不过他却一直没有超越自己 被现实磨平棱角的他 打算重回演员之路 然而想象有多美好 现实就有多么的残忍 在快速发展的时代里 已经有不少的后起之秀超越了他 而他出道多年 也只有卢山恋这一部代表作 于是他不得已 只能重新走上跑龙套的道路 好在天无决人之路 陈佩斯在看出了他的不意后 决定拉他一把 他在舞台喜剧托里面 饰演了一个刚刚失恋的男人 虽然只是一个小配角 但是他动情的演出 还是让台下的观众们 哭得声泪俱下 而他也再次又被人们 熟知了起来 他的妻子在看到他 只能出演配角后 为他感到惋惜 但他却安慰到对方 挺好的 我已经很知足了 能让你们一时无忧 我心里总算好受一些 可以看出经过生活打磨的他 也早已被磨平了棱角 不得不为养家糊口去努力了 时至今日我们也能从一些剧中看到他的身影 例如在《人世间》中 他饰演一个领导 虽然镜头不多 但还是被细形的观众发现了 而近期他主演的《芳草满天涯》也正式上映了 不甘平平无奇的他 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重新拿到了主演的角色 他也再次引起了大家的一波关注 直至昨日他在录制《诗艺中国》时被网友偶遇 从网友分享的图片中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状态非常好 尽管已经到了65岁的年纪 却依旧备有精神 现在的他依旧活跃在我们的视野中 期待他能为我们带来更优秀的作品 回顾他的一生 从留守儿童 到一步步走上成名之路 他可谓是经历了很多的坎坷 从演员到导演再到演员 不甘于现状 却又不服输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希望这位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 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